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三 台股股市加钱持续 这是我们金梦操盘团体 有没有看到 是一路跌下来 那今天正式跌破了10660天 还记得我昨天的标题吗 我昨天跟你讲 只要再跌破一次10660点 你就全力做空 因为破线了 所以我们今天叫什么 破线追空 一空再空 到底就这么简单吗 到底这么简单 那一样跟大家提到 什么股票 这叫什么 这个叫金旺操盘系统里面的美琴码 140几 我们最近150的时候空的 这边106的跌停板 为什么美琴码会跌停板 第一个 美国的离价ETF 你每天看我的LINE AD都有提到 昨天开始这几天开始的 美国的离价ETF是大跌的 最近最近都大跌 昨天开始的干风离夜 中国大陆的干风离夜跟什么 干风离夜跟 干风离夜跟 干风离夜 这叫干风离夜 最近这几天暴跌 天启离夜 天启离夜 这叫天启离夜 有看到 天启离夜 都大跌 今天还现在跌了 跌了5%多 早上还跌了7%多 是不是我这样讲 如果天启离夜 干风离夜 美国的离价ETF大涨 你起码我们去一路做多 一路做上来 现在把它斗败 把它颠倒 这些如果大跌的话 你就好好的放空 我今天走上的LINE AD的第一条 跟大家讲ETF这些都大跌了 你要放空什么 还有这个啊 美琪嘛 你看美琪嘛 你忘了你美琪嘛 请忘操盘系统 早就叫你别的 这里是140级 我们说它140级 今天102 这个叫操作 这个叫操作 把握操作 是这样子操作的方法 接近150块的美琪嘛 今天102块 你已经赚了四十几块 你已经赚了三成 股票市场上现在赚最重要的观念 是涨破国际股市的情势 6209来 今天金国光 这是不是也是两成三成啊 五十几块到三十几块 是不是两成三成 现阶段有些股票越没有基本面了 今天有一堂股票 我你看他看他 他要给你做到当时 这支精彩 他还拉过来 我们看他这附近啦 今天才空的 我一点都不怕 做多有时候小超难免 做空啊 就是观念问题 有没有 六四五一 就这样 就这样 讯心啊 前半年啊 赚一块钱左右 好像不少嘛 他一百三十几块了 第三季转赢为亏 这个不空 我对的 谁让队里去赶的国家民族 这个就是要空 很多股票都可以空 很多股票 昨天啊 昨天这个 这个带量 爆大量 有没有 昨天爆大量的 资邦啊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这个不空 你等待什么时候空 这个不空 你等待什么时候空 昨天爆大量啊 流上影线呢 今天就是空 越来越精彩了哦 啊做多呢 我刚才跟大家讲 做多什么股票 这个都还在找 对 有没有 橘子 有没有 我是不是跟你讲 游戏概念股 我是不是跟你讲 游戏概念股 我们手上只有 游戏概念股做多 其他全部都空啊 其他全部都空啊 全部都空啊 我这样讲哦 再讲一遍哦 特别 你有四档股票的投资组合 从昨天之前 两档多 两档空 左右两档多 两档空 现在呢 破了线呢 只剩一档多 三档空 即现在破呢 即现在如果再破呢 这个也不要了 四档空 这个就做股票的重要观念 做股票就是这样子做 看你懂不懂而已 看你愿不愿意接受市场上的这种模法 做股票是为了赚钱啊 做多做空不重要啦 我们刚才说的 这种都是稳赚的啦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干风离夜 这一定是稳赚的啊 干风离夜啊 有没有 天气离夜啊 很像整理这样子 这个破到这里的话呢 离电池还有得跌了 这个你看 国际股市啊 今年以来我们都是 都是靠着他们的话 你看 特斯拉也是不太对劲 现在要等什么 看苹果这里面做大跌 事情就断掉了 台北股市现在看哪里 看季线 有没有 这先指数啊 看季线会不会破啊 看季线会不会破 我们把季线放进去 把季线放进去 看季线会不会破 我们把季线放进去 看季线一旦跌破 看季线会不会破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电脑关键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有点荡漆 有点荡漆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电脑刚才 不知道按到什么的 有点荡漆 一样的 我们可以跟大家提到这些 股票市场上是一个观念问题 当观念正确的时候 你做股票你才会真的很好做 对不起 我们电脑不知道为什么当机 股票市场上 在操作里面 你一定要谨记一个教训 今天的台北股市 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台股 好像有点荡漆 大概是这个线 这个线上的一个荡漆 那不管怎么样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观念 今天的观念 就是告诉投资朋友 你要把握好好的放空机会 我们有两档空单 准备要再出发 欢迎投资朋友 你利用我们的LINEET 利用我们的LINEET 欢迎投资朋友 利用我们的LINEET 来跟我们做联系 当然抱歉 因为今天我们 这个电脑有点荡漆 欢迎你加入我们LINEET 小老鼠外衣也是528 小老鼠外衣也是528 加入我们LINEET 加入我们的行列 明天开始 台股即将要进入 第一个阶段的大跌 不要忘了 我们两档很很棒的空单 马上要让你大赚了 台股新工业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